乔那树叶 红的亮眼 夺目 浪漫 还有人缘 日本东北风红早在疫情前 就吸引世界各国民众 疫情后到了赏风期 更是旅客爆棚 可就是越火红 窘境越多 我们从10月中旬开始 其实陆续就有接到旅行社 希望协助游览车调度 台湾旅行工会理事长出面揭露 日本旅游爆发 缺车问题 大量国内旅行社带团到日本 原本要照计划坐大巴士 当地却出现其他团高价抢车状况 让台湾旅客无车可搭 被迫改坐小巴士或计程车 但问题是旅客时间被拖延外 旅行社还得吸收比原先多3到5倍车费 照理来说会有签约吧 不同国家说实在有时候 你就算签了约也 原来日本在疫情后 已经成为全球旅游最热门国家 当地还出现有车没司机状况 再来日本向来禁止跨区行驶 也就是现在九州缺车 但关东跟关西巴士无法前往支援 让在日本旅行社 普遍被引导思想 签了约也没辙 旅游品质保障协会发言人更说 其实2014年 类似状况就曾发生 其实这个情况是普遍的 不是只有针对台湾 只是说今年的状况特别严峻 不过律师说明 其实在日本旅游 台湾旅行社还是能按照契约 诉讼调解 只是得在日本处理 可能摸摸鼻子更方便 现在多数台湾旅行社 选择跟日方沟通 放宽跨区车辆支援 而旅客要知道的是 部分业者会事先调涨团费 掌握旅游胜地状况 才能省钱 八大新闻您是张龙創报导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